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正旋定理 什么是正旋定理呢? 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三角形ABC的面积会等于1 2 BC乘以sin A 也会等于1 2 CA乘以sin B 也会等于1 2 AB乘以sin C 那我们将这个面积公式呢同时除以1 2 ABC 即可以得到A分之sin A等于B分之sin B等于C分之sin C 那这个笔值竟然相等 那它们的导数也会依然相等 因此我们又可以得到sin A分之A等于sin B分之B等于sin C分之C 而这个笔值呢恰好会等于三角形ABC外接圆的直径 那半径为R直径就是2R 那这样的关系式我们就称为正旋定理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推导 好 首先我们先画出三角形ABC以及它的外接圆 好 那我们过B点做一条直径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连接C珠 好 那么角BC珠就是B珠的对角 那直径所对到的角会是90度 好 这是在国三的时候圆这个单元所学到的 好 那么从图上我们又可以看出 角A跟角珠是相等的 因为这两个角呢都对到同一个弧BC弧 好 那既然角A等于角珠的话 那么它们的sin函数值当然会是相同的 所以sin A就会等于sin D 那会等于斜边分之对边 所以是B珠分之BC 那B珠是等于2RBC是等于A 所以我们就得正了sin A分之A会等于2R 好 这就是正弦定理的推导 好 那么由正弦定理 其实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关系是 三角形的三边长比A比B比C 会等于sin A比sin B比sin C 好 以上呢介绍正弦定理 好 之后我们会再介绍立题 来应用正弦定理 好 之后 感谢观看